思想录里说,人类是能够思考的芦苇 芦苇多么的柔弱,大风一吹便集体浮导 可是芦苇又十分的坚韧,风一过去,它便挺起腰杆 人类的软弱像是芦苇,但人类却又因为思想而变得坚强 尼尔自动人行中这本含有奇妙比喻的思想录 静静地躺在玩家的物品栏中 它始终没有教导它的现实中的作者 映射在游戏中的那位村长帕斯卡的手中 哈喽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杰桂杰 在尼尔自动人行的世界中,界上武与人造人的战争永无宁日 但就在这战火纷飞的世界中,帕斯卡作为村长建立了和平的抑郁 与其他机械的木讷不同,帕斯卡像是一位智者或是先知 保护着自己所掌管的村落,也对和平的未来充满着向往 他教村子里的孩子们学习,自己也偶尔读一读晦涩的哲学书籍 在玩家控制A2的段落中,有一个任务便是帮助帕斯卡 从抵抗军的安妮莫宁那里借来他想看的一本哲学书《思想录》 而这本永远也没有交给帕斯卡的《思想录》 正是现实社会中的帕斯卡所创作的哲学散文集 布莱士帕斯卡,法国17世纪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 六变形定理帕斯卡三角形,压强的单位帕 可以说帕斯卡在物理数学等科学领域的成就是登峰造极的 但很奇怪的是,就像很多科学家的晚年一样 帕斯卡也经历了从致力于实践科学到研究宗教情节的变迁 也正是因此,帕斯卡在自己的晚年时期才筑写了一篇篇的哲学散文 最终被后人整理成册,也就是思想录 相信很多人都会抱有疑问或者遗憾,或者不屑 你一个严谨的科学主义者为什么后来要去整一些神神叨叨的玩意儿呢 我想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放在视频的最后 在讲述完两个帕斯卡的故事之后 或许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在我查阅资料的过程中 其实我发现了一个两位帕斯卡经历的共同点 首先说一说游戏中的村长帕斯卡吧 在NICE需要在地堡修复2B独自行动的段落中 帕斯卡跟2B曾前往废弃的工厂 调查那里的机械生物 他们高举着火把围着2B和帕斯卡转圈 口中说着沾网的语言 表达着自己对死亡的追求 这是一个极其疯狂的宗教 游戏的CG中用各种颠倒的视觉来展现教徒们的疯狂 火光营绕的废弃工厂 想必也是玩家们难以忘记的经典场景之一 而现实中的帕斯卡呢 其实也经历过所谓的火光之夜 1654年的11月23日凌晨时分 帕斯卡突然感到一束强光的照射 他眩晕的无法睁开双眼 他觉得自己已经灵魂飞升 他好像见到了上帝 第二天他写下了一段神叨叨的导词 写下了他对上帝的信仰 对耶稣基督的崇拜 这份导词直至帕斯卡去世之后才被诗人发现 他将其缝在了衣服的衬礼中 而那一天的灵感爆发 帕斯卡称其为火光之夜 也正是在1654年之后 帕斯卡开始大量撰写宗教著作 也就有了我们所说的思想录 让我们再说回游戏 村长帕斯卡经历了两次火光 一次是疯狂的宗教洗礼 第二次便是帕斯卡村的覆灭 他没有等来A2的思想录 等来的是疯狂肯食同类的机械 或许在此之前帕斯卡还企图用言语来达成和平 但是两次的火光之行似乎将他的梦想击碎 而杀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那群被恐惧被刺的孩子们 帕斯卡本以为拯救了孩子 本以为教会了孩子们感情 他们会变得坚强 但没想到的是 一切没有按照帕斯卡所设想的道路发展 孩子们因为有了感情感受到了恐惧 因为恐惧了断了自己的生命 孩子们信仰什么呢 他们跟疯狂的教徒们落得了同样的下场 这就是思考带给机械的东西嘛 帕斯卡也不明白 他看了那么多的人类著作 文学 哲学 科学 也传递了那么多的知识给其他的机械 他所期望的和平 为什么就没有到来呢 思想录里说 人类是能够思考的芦苇 那么机械是吗 在游戏中 大部分的机械是那么的脆弱 面对性能压制的人造人 毫无还手之力 但他们的意志又是那么的坚强 学习 阅读 思考 实践 他们甚至比当下更多的人类 做了人类该做的事情 但这些探寻真理的边界在哪里呢 读完人类的书籍就可以完全了解这个世界吗 或者说研究出了各种物理规则 数学模型就可以完全了解这个世界吗 或许两位帕斯卡都已经得到了他们的答案 在那个火光斑驳的夜晚 他们就明白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仅仅教会他人思考 学习人类是无法拯救机械生物的 仅仅研究科学 也是无法探究整个世界的 人类需要的是信仰 因为人类是会思考的芦苇 人类因芦苇而软弱 却因思考而坚忍 是时候该回答前面的问题了 为什么帕斯卡会走入宗教的歧途呢 因为越是浅薄以及愚蠢的人 越自以为是掌握了宇宙的真理 越敢断言自己掌握了放之四海而接准的真相 他们既向传递人类知识的村长帕斯卡 也向早年研究科学的现实帕斯卡 对这个世界不存在敬畏 自以为可以掌控和知晓一切 但当现实的帕斯卡学问深厚 科学成就到达巅峰时 他开始明白了世界的不可知 也因此明白了无知无畏的可怕 所以他谦卑自省 找到了另一个解释现象的归宿 那就是宗教 而尼尔自动人心中的帕斯卡 正映射的是那个 自始至终狂妄无知 自以为是 但也因此勇猛无畏 也充满了理想主义光环的帕斯卡 现在想来啊 游戏流程中 帕斯卡没有读到那本思想录 倘若帕斯卡早一点读到的话 是不是就会领悟到 机械是会思考的芦苇的真谛呢 早一点明白信仰的价值的话 后面的故事 是不是又会有另外一种发展呢 总之本次的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那么我是杰辉琪 编转练勇光永存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了